我這次陪我找阿伯今天又來到盆燙喔 我們就在盆燙 然後阿伯今天找的車友我們是 Swift Sport 這個產品 基本上在今年會做一個最終販售的動作喔 之後的改款的Swift Sport的版本基本上 目前為止是沒消沒息喔 那我們再推測 如果再到下一批的Swift Sport出來 可能還會要兩三年喔 甚至更久 所以這一代的Sport版 它基本上會是一個 很珍貴的一個存在的一輛車款 所以我們今天找到很多車主 一起來盆燙玩 然後來聽聽他們的心得 他們為什麼會購入這輛車 它的使用狀況 跟一些有沒有什麼小問題 跟改裝的部分 會有什麼樣的建議 還有1976 International的老闆發哥 他今天會來 那我們之後會在店裡做採訪 那我們等人再見囉 走 昨天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SWIFT SPORT 你大概拥有多久? 我大概开快一年半 我想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这个车? 当初想要买就是锁定在韩改装 要压在100万以内 因为当初这台车其实外形我就算蛮喜欢的 从它的自排2018年出来之后 但是因为自排的就是有会锁退档的问题 所以那时候就没有考虑了 那你入手到现在大概一年多晚了 你觉得它的优点跟缺点我们来讲一下 让人家知道一下 先讲缺点的话 就是如果你是以这个全原厂的外观 你在路上开你的路权会突然变得很小的感觉 就是你要切车到好像没有人要鸟你 对对对对对差别很大 对然后它的优点也是这个 如果你开在山路上 或是你在就是跟一些比较高性能车在比较的时候 其实他们会有这种很轻敌的感觉 但是你又可以 如果你在山路上可以把它们咬在后面 或是把它们放掉 就是那个成就感会更好一点 OK所以它是很好玩的车 对那改装上的话 基本上会有什么难点吗 我觉得难处是因为它的车比较细 然后再加上因为它跟日本的手牌很多零件 因为引擎不一样所以东西都是不共用的 对对我们要讲就是台湾的手牌是Hybrid 对对对 自排是纯油 对对 一开始在一些事情上面有被这个东西困扰到 对可能你从日本买了什么东西回来 然后就有发现不能用 对 所以是动力上 动力就是引擎的周边 所以底盘那些也会滴压那些 对对对那些是一样 那些其实我也是在等 就是有没有人先去试 就是try了一下这个到底能不能用 对那发现就是变速箱 然后LSD这些是共用的 共用的 所以就是 所以你也有改LSD对不对 对 你现在是改 Cuzco的1.5位 所以你山路跑成这么high 对 那你前面是AP 对 后面也是吗 后面没有后面是加大点 OK 所以是纯山路完了 其实我是主要是赛道 就是买到现在应该下了三四次力宝 超high 对 我要问就是缺点 就是说就是这个车到现在 有些组装或者是小零件 会不会有些 因为有些车会有些通病 对这个车会有些 这个车通病 目前其实好像我还没遇到 所以它是一个很稳定的 对我觉得还蛮稳定的 但是缺点的话就是隔音 小车难免 OK哈啰大招 欢迎来谢谢你来 对 对然后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你怎么会选择SWIFT SPORT 最主要是我前面一台是E35 F20的E35 后来就是因为宝内 我也是有点状况 所以后面就选一台想说 如果要胚啊 要代步啊 就是妥占率比较高 所以这个现在是你的代步车 代步兼小玩具 对对对 这个是手牌 你的是自排的 所以手牌就 比较不适合代步啊 所以自排的油耗怎么样 我叫手牌Hybrid很棒 呃其实差一点点而已啦 这么厉害 对没有差很多 但是这个我在开都只有在7、8、9、10 7、8、9、10 哦所以你不会跑高速是不是 会但是因为我平常都是双北比较多 高速偶尔 如果比较长途的话 就是去换别人的特斯拉来开 这个车不踩也很痛苦 7、8、9、10是有点在催 那这台车呢 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有缺点 我觉得你没有缺点 缺点吗 如果说以它的驾驶室内的一个质感啊 或者是隔音什么 就不要觉得它有一个八、九十万车的价值 就把它当作是国产的五、六十万车 这样就好了 就是以前国产市值的 安多的那些钱就是它那个娱乐的部分 动力底盘 对对对对 动力啊、底盘啊 然后操控啊 对啊就是 就这样子而已 其实我觉得它的缺点 我反而觉得它还好 因为它口感已经软到 那我过保固前 到现在我开九万多了 然后大概喔 最少有三分之一就是在战斗 保守伏计是三分之一 然后到现在为止 它只有引擎脚会坏 它有 因为它有三十步 第一次引擎脚 你不要说 7、8、9就是最后的 谁会开七万球 我第一次引擎脚 1万19万 这三次引擎脚 我换了7字 其实它其实真的 妥善率真的非常好 ok 一直吹一直干嘛 但我现在tube完 我有换了HKS的窩了 然后就是周边也换了 然后当派也有换 然后盖底盘什么 其实都没有什么状况 喔 对真的 那你觉得它的优点是什么 妥善率高 日系车就是要妥善率高 不是 它的高有点太高 真的 对对对 真的是不错 真的是不错 所以你涡轮化呢 它自排的话 它的转换器 ok的 它其实不要突破30公斤就好了 扭力把它压下来 对 它原本HKS 跟原厂比起来 大没多少 我平常都是在跑山跟赛道 其实我轮马大概170左右而已 我没有做特别很大 因为它转速限制嘛 自排的它一定限制在那里 所以其实你扭力差不多摸到30或30 就是差不多200左右 所以你现在178的轮下 对 然后扭力大概是 28的样子 所以CP是很高 而且改的便宜东西也超多的 ok 所以789是改的涡轮 原厂就这样 没有 是235的前台 原厂是 195 差超多的 195 4 5 17 差超多的 前面是235 4 17 ok 然后后面是215 ok 嗯 好好好 这个也是满 这个比较有感 有时候轮胎抓低 对 你加速啊 你就觉得它整个变得 稍微迟动一点 但是 你转弯也很有感 就可以很开心的丢进去 哈啰我们有SWIFT的车主 哈哈 你们都是吗 Sport的车主 对 我要请问一下 你们 会选择这台车有什么原因 第一个是它神油 然后 又有空间 ok 再让它的操控性很棒 啊 是自排车主 自排车主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选择 呃 因为它车小马力大 哈哈哈哈 对对对 那我常会带小孩去 啊 带小孩录影 对对 因为我上车零驾 是喔 啊空间的话呢 空间的话很够 小孩大概 呃 五岁跟十岁 哦 所以一个是 小四 小四小五 一个是大概 幼稚圆 幼稚圆 对对对 好谢谢 哈啰瑞安 你好 你今天来的超多 SWIFT Sport 对 你是唯一的女性车主 对对对对 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么热血的小刚 因为一开始想说 上班同情 然后这台车 比较省油又好停车 不对啊 它有1.0的可以选啊 嗯 外型 外型这台还不错 所以你被它的外型吸引到 对就想要买小车 通勤的话一般的话 就会可能会在乎到油耗 对 对 你这个是自排对不对 对自排 你油耗大概多少 大概12 13 12 13 对 在市区 市区 我跟你讲我上一个 刚刚那位白色的车主 它说它市区大概7 8 9 了不起死 不知道你怎么看 结果真的是它的问题 哈哈 因为我一直记得这个车有十几啊 对对对 哦所以是它的问题 OK 等一下 你有改18寸 所以油耗也没有太大的差异 对还好 OK那你拥有 你刚刚跟我说大概两年的时间 对 这两年间你觉得它的优缺点有什么 我们先讲缺点好了 先讲缺点 嗯 动力 诶 动力 稍显不足 跟其他车相比 蛤 你觉得还要再多一点 对还要再多一点点 小钢炮 哈哈哈 OK还不够 所以其他还可以再改 温轮啊 自排好像还有可以放进 对可以 OK那有些车它们有些会有通幣 这两年间 目前是都还没有遇到过 所以你就只有保养 所以你就只有保养 对定期保养 你的钱是花保养 花保养钱 那优点 优点 好停车 够小 够小台 好停车 然后 等一下我看你底盘是不是有改 底盘没有 诶是原厂的避震器啊 没有避震有改 避震有改 对改避震 然后框胎 对胎 所以动力是没有动对不对 对目前还没有 诶所以你改框胎跟避震用意 为什么要跑山 诶 避震是那时候想说因为要载人 对 所以去还 然后结果好像 也没载人 也没有比较好 所以 因为都自己开比较多 对 所以你会跑山吗 偶尔 好 对 自己小跑一下这样 好 好 谢谢 OK OK 哈啰发哥 你好你好你好 今天好天气 对今天超冷 对没错没错 好我们今天为了你的店里 对 然后请问一下就是 因为这叫做我们叫利西三三 对对 对利西三三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有自排跟手排 在Hybrid 他们在改装的方面的话 就是这两个基础设定上 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 自排跟手排的差异性 就我们在做那么多年来想 随着改装方向 几乎是大同小异 只是说在手排 他油电的部分 会被限制比较多 那不像自排 因为自排的部分 在日本方面就有这一颗引擎 是代号K14C 那在台湾这一颗油电的代号是K14D 在日本因为没有这一颗引擎 所以说售限就会很大 日本没有Hybrid这一颗 对没有Hybrid这一颗 对 对 所以K14C在自排这一个地方的话 改装的幅度非常的大 所以K14C也有自排跟手排吗 对 日规的部分 K14C在日本有 OK 对 在台湾就只有纯自排 你会建议这些车主们 对 我们比如说第一次碰到这个车 然后他想要升级 对 你觉得他要从哪里升级是最好的 应该说看他想要先从底盘类升级 还是从动力上升级 分这两个区块 那 涡轮车嘛 最简单 电脑随便刷一下 就很有感了 那如果你在底盘类的话 就是要让它的稳定性 扎实度更好的话 就是从底盘来做成 那我问一下 如果框胎 我们先从框胎升级 有没有建议的尺寸或规格 原厂本来就是17寸的铝圈 那它的配本轮胎的规格 是1954517 但很多车主会觉得说 不够用 就会升级到所谓的2054517 或是2054017 那这个是可以搭配原厂框 是最好的规格 再来如果你要跳到2154517也可以 但是最好是连铝圈都一起换 然后我们这次这个礼拜天 那台车主也有来 对 没错 他今天我们来看他把变速箱都下来了 对没有 他想要更换强化离合器片 是喔 对 因为他上一次已经有施工过一次的变速箱下来的工程 然后当时只是单纯的更换LSD KUSCO的LSD 1.5位 那现在 他又想要强化离合器片 那很可惜就是今天 刚好它的零件还没到 不然就可以拍到了 对对对对 那发果我再请问一下 就是 它这个车的保养 其实 机油会用建议 机油的话 原厂号数是530 那原厂手牌的话 它是020的号数 手牌020 对 原厂020 但它530也是可以用 如果有在热血消胚 对 020 ok 其实020我自己也都手牌 我自己有一台手牌 再说我自排拥有 然后我手牌也有 所以你两台 对 我有两台 然后 手牌来讲 我也有用020的下塞到过 对 都可以用 对对对对 然后这些车主也都是用020 基本上都是用020的号数 真的喔 好吓一跳 因为原厂它在设计油到更细 比自排的更细 所以说你油不能用太猛 因为太浓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异音跑出来 真的喔 对 它有一个动鸣的声音 会很明显 我们最后来请问一下 就是 对于如果还在找这款车的人 对 你会建议他们 手牌或者是自排 目前来讲 很可惜的就是在 Suzuki这方面已经停产了 自排跟手牌都已经全部停产 对对对 那就现阶段 手牌车 可能一些经销商还有库存车在 如果要买新车的话 可能就是手牌车 那自排来讲 只能二手车中股市场去找 以现在的这一台车的二手行情 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对啊如果自排大概会落在多少钱 呃从五十几到六十几都有 还是那么好 对还是那么好 因为它是投批是2017还是18 18年 那时候就八十几万了 呃我记得是定价80.8万 价格超好 对 所以手牌的话就 只能买新车会比较划算 呃是可以这么说啦 看每个人的需求跟 他的要的东西啊 OK 哈喽玩车的朋友 我们今天试玩Swift Sport 我们今天大概来了有 应该有 七八九 应该有十 十台喔 其中还有 呃女性的车主 那这次 也是我第一次啊 人是第一次开到Swift Sport 那其实我有点惊艳 因为它的整个 我车体的钢心 跟底盘的一个回馈 我觉得它们两个是配合的 非常的好 那轮胎的部分 它是是用195的规格 它有特殊表示 它如果把它可以升到到 205啊 或者是如果你动力有做提升到 225235的话 它的转向跟弯中的循迹 很容易会达到更好 对于我们这种四十几岁的人来说 其实它原厂的动力 就是原厂的底盘 整个设计其实就已经 非常的符合我们空情 或是小玩乐死肉了 很可惜这个车 Pod版 短时间内 可能在台湾也不会再见到 那你们如果还想要看什么车 跟车友们来 粉碳玩 那我们在留言告诉阿伯 我们再约约看 那我们就下次见囉 拜拜